天父,让我们再用几次的祷告会来讲解我们西安堂会的历史。 我首先要声明, 当你们等一等看这个powerpoint所造出来的相片很清楚, 我告诉你,我是一个脑盲, 我不会电脑, 我做传道三十年, 我只有头脑没有电脑, 开关我都不会, 但是这次我学怎样开怎样关, 这位做教会历史,不得不学开关, 这些很漂亮的相片, 是我供应材料给皇家和弟兄, 这个powerpoint是他制作的, 所以我们感谢他, 他坐在前面, 等下如果万里有什么故障, 他要立刻跑来修正, 我相信这是破天荒, 在祷告会举行这个讲解西安堂会的历史, 我不知道宣导所有没有讲过西安堂会的历史, 可能你们有讲, 我不知道团契有没有讲西安堂会的历史, 可能你们也有讲, 可是我相信圣灵在每一个主讲的人身上, 有不同感动的工作, 虽然是同样教会的历史, 但是几个人在讲解都有不同的观点, 我们要先看西安堂的历史背景, 在当我们还没有看看西安堂地区的历史背景, 我们要先看到底什么是历史, 历史就是有意义的记录, 每一个人都有历史, 好像我昨天吃完的早餐去工作, 12点我去吃午饭, 下午我回家, 晚上我看电视, 11点我上床睡觉, 这也是每一个人昨天的历史, 但是这些历史是不重要的, 这个历史是没有跟重要的事情挂钩, 历史是有意义的记录, 比如说在历史中有一个人出现, 这个人影响整个社会, 这个人影响整个国家, 那是重要的历史, 比如说一件事情的发生, 影响整个国家, 影响整个社会, 这是重要的历史, 所以历史很简单来说是有意义的记录, 如果我们看圣经, 圣经就业有17本的历史书, 那么新业使徒行传也是先教的历史, 记载使徒们怎样把福音传遍到各地, 保罗书信是不是历史, 保罗书信严格说起来不是历史, 保罗书信有教导, 有神学,有教育, 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, 也云云月月地包含着历史的事迹, 我们看见我们的神, 常常对以色列人说, 你们在埃及做威奴之家, 神用大人的手把你们拯救出来, 带你们过红海进入迦南地, 当我们详细读这个就业历史的时候, 就常常读到神这么说, 为什么, 因为神要让以色列人记得历史, 因为神看重历史, 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, 叫做汤恩比, 这个历史学家他很伟大, 他写《罗马帝国的兴衰史》, 他说一句话, 他说人类在历史中只有学习到一个功课, 这个功课就是, 人没有在历史里面学习功课, 真的从他的一生可以证明, 你知道他写《罗马帝国的兴衰史》, 那是很伟大的著作, 当他写最后一记的时候, 最后一点点下去的时候, 第二天他就跑去自杀, 他在他之前, 他看过很多伟人自杀, 他看过海明威自杀, 他的成就到了顶点, 最后他自杀, 他才跟马利联盟路自杀, 他的成就到顶点, 现在他自己呢, 他没有前车之鉴, 他从走过去历史旧的道路, 他成功到顶点, 最后他自杀, 真的他所说的这句话, 能不能够在, 人不会在历史中学习到功课, 那在去年的这个家庭营, 我们已经读过大公教会的历史, 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降生, 到这个华人教会两百年, 这段历史, 克福牧师已经在, 我们去年的家庭营, 阿瓦娜, 那个地方讲解了, 那今天我们, 不是研究大公教会的历史, 我刚才说历史很重要, 你读音乐, 你要研究音乐史, 你研究基督教思想, 你要读基督教思想史, 你工读哲学, 你要练历史历大以来的哲学史, 所以历史是很重要的, 但是我们研究西安堂会历史, 也是重要的, 为什么,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历史, 历史,我们会失去身份, 我们是西安堂的会员, 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, 我们不知道, 我们是西安堂会的历史, 我们将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, 我们不知道,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研究历史, 我们会失去身份, 那么当你读历史的时候, 你能够了解西安堂的背景文化, 比如说, 有一个童工来我们教会讲道, 他告诉我, 他说你们很奇怪的, 为什么你们的语言是复健化跟英语, 这个组合很奇怪, 应该是华语跟闽南语, 或者是华语跟英语, 怎么会英语跟这个复健化组合呢, 但是如果你读教会历史, 等于学习你就有答案了, 比如说, 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于长老大会那样的低调处理, 我们又像属于大会, 又像不属于大会, 很多人以为说, 因为长老大会, 因效把我们的地, 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, 交给政府, 所以我们现在还气在心头, 我们不要跟大会有关系, 不是的, 不是的, 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么多的产业, 神已经给我们这么美丽的礼拜堂, 那个地, 给英校跟政府交换, 算什么, 那为什么我们低调处理跟大会的关系, 那是有原因的, 当我们读教会历史, 你就能够明白, 当我们在长职会讨论说, 用几堂的时间来研究教会, 研究西安堂会的历史, 一个知识说, 信徒没有兴趣的, 真的信徒没有兴趣, 因为历史很枯燥, 对不对, 什么几年发生什么事情, 但是这次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, 我们让他变成比较有兴趣, 怎么样有兴趣, 看图片就有兴趣, 所以我们多一点的图片, 让大家能够对我们的讲解有兴趣,